近日乌克兰损失了第一架F-16战斗机 一名代号叫做月亮鱼的王牌飞行员驾驶F-16战斗机 拦截了三枚俄罗斯巡洋导弹和一架无人机 之后飞机不幸失事 飞行员也不幸身亡 月亮鱼本名叫做奥莱克西梅斯 他是最早呼吁西方社会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斗机的飞行员 并曾经来到美国和美国国会议员基辛格合影 他也是最早在美国接受培训的乌克兰飞行员 事故原因有两种基本推测 第一 飞机在乌克兰机场被俄罗斯远程导弹击毁 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证明了 周一发生的F-16战斗机坠毁事故 初步报告表明这架飞机并不是被敌人火力所击落的 所以这次事故和俄罗斯关系并不大 另外一种推测则是飞机在空中发生机械事故 不过如果空中发生机械事故 飞行员是有足够时间弹射逃生的 飞行员没有时间逃生 只能说明这次事故来得特别剧烈 导致飞行员当场死亡或者是损坏了弹射系统 不过我认为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 就是被友军的火力击落 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前线空军无法建立有效的敌我识别系统 在战争开始之初 英国的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刊登过关于乌克兰战争非常详细的报道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是我看过所有第三方机构中关于乌克兰战争中最详细最深入最客观的报道 报告里面提到一个重要的细节 就是在乌克兰战争初期乌克兰的防空是要划分区域的 比如说在A区域上空全部是由防空部队负责 乌克兰空军的战斗机不会进入这一区域 以免被自己的系统击落 而在B区域则完全是由乌克兰空军战斗机负责 防空系统完全不开火 这样的系统设计初衷就是因为乌克兰没有敌我识别系统 防空系统无法识别空中飞行的是自己的战斗机还是敌人的战斗机 乌克兰主要使用的是冷战时期苏联生产的米格-29和苏-27 防空系统也是苏联时期的S-300或者是山毛举 这些冷战时期的武器无法有效识别敌我 我们要知道 这架F-16战斗机 实行任务是为了拦截俄罗斯大规模的空袭 它在坠落前已经拦截了三枚巡航导弹和一架无人机 而在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时 乌克兰的防空部队一定也同时高效运转 地上的雷达开机 侦测敌方导弹 S-300爱国者山毛局等各种系统也要发射导弹 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 在这种情况下 乌克兰防空系统如果没有和空军做好足够的敌我识别 慌乱之中就很有可能将自己的战斗机锁定 并将其击落 我们来看一下美联社的这篇报道 在乌克兰空军司令被解雇的同一天 乌克兰前空军司令奥列休克 对乌克兰议会国防委员会的副主任提出严厉批评 因为这名议员声称 这架F-16战斗机是被乌克兰自己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所击落的 如果乌克兰这架战斗机真的是被自己防空系统击落 就可以解释两件事情 第一 为什么飞行员没有时间弹射 因为这不是事故 而是导弹直接命中机体 弹射系统可能损坏 甚至飞行员在当场已经死亡 第二 这解释了为什么泽连斯基如此愤怒 在事故发生两天之后 就立刻解雇了乌克兰空军司令 8月30日 泽连斯基表示撤换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休克将军 由空军指挥中心的主任克雷沃诺日科中将 担任代理空军司令 我们要知道 在乌克兰三军体系中 防空部队属于空军直接管辖 在苏联时期 防空军是独立于空军和陆军而单独存在的 在乌克兰独立初期 沿袭了苏联时期的体制 不过在后来进行的军事改革中 防空部队全部并入乌克兰空军 由乌克兰空军指挥 也就是说 空中飞的飞机是你空军的人 地上操作防空系统也是你空军的人 你空军内部没有做好敌我识别系统 导致自己刚刚拿到F16战斗机被击落 空军司令就要负起这个责任 乌克兰空军过去不是没有损失过战斗机 米格29被击落过 苏尔七被击落过 但这些都是在战斗中的正常伤亡 那是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的 所以乌克兰空军总司令奥列休克 自2021年上任以来 过去三年时间里 没有因为任何一架飞机失事而被解职 因为这是正常发生的事情 但这次直接被泽连斯基解职 就意味着乌克兰空军内部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故 才导致这架F16战斗机出了事情 目前这件事情仍然在调查之中 但我认为乌克兰战斗机被自己人击落 是最符合逻辑 最符合各个蛛丝马迹的合理推测 而这样的事情势必会沉重打击乌克兰空军的士气 对于乌克兰来说 损失一架F16战斗机没有什么 虽然目前乌克兰获得的战斗机数量不超过10架 但是北约各国这种退役的二手战斗机有上百架 早晚能够把这个缺口填上 但是损失一名能够驾驶F16战斗机的王牌飞行员 则是难以弥补的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 因为培训F16战斗机飞行员全部要英文授课 而乌克兰空军会英文的人又比较少 导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的F16战斗机飞行员培训 从原本的6个月延长至7个月 而这次毕业回国的乌克兰飞行员人数也十分有限 从这次飞机尸骨也能看出战争时敌我识别系统的重要 比如在战争之初 俄罗斯自己的防空系统其实也多次击落自己的飞机 比如在2023年9月28日 俄罗斯一套S300系统就在前线托克马克附近 击落了自己的一架苏35战斗机 我再举一个美国的例子 在海湾战争期间 美国击落敌机数量最多的飞机是美国空军的F15战斗机 F15战斗机总共击落34架伊拉克飞机 而属于海军的F14战斗机几乎没有任何战果 F14熊猫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装备的凤凰导弹可以在200公里外斩杀任何敌机 而F15战斗机则做不到这一点 可是为什么F15和F14在海湾战争的战果差别这么大呢 主要原因就是敌我识别系统 当时的海湾战争是多国联合作战 除了美国以外 还有沙特英国法国等等盟友 F15战斗机已经装备了当时先进的敌我识别系统 可以和盟军共同作战 而当时海军的F14战斗机并没有升级雷达 装备NCTR系统 也就是敌我识别系统 所以F14战斗机执行任务有很大的限制 只有在目视确认目标之后才能攻击 所以F14绝大多数任务只是进行巡逻 而前线战场的攻击任务 则指派给了空军的F15战斗机 也就是说像F14这样优秀的战斗机 能够在200公里以外超视距斩杀敌人 但却没有任何战绩 正是因为没有升级全新的敌我识别系统 导致在战场上束手束脚 我们评价一个武器装备时 经常关注它的主要参数 比如飞行速度 回转半径 最大射程 探测距离等等 而像敌我识别系统 光电系统 电子干扰系统 等等这些子系统 其实也非常重要 他们能够决定 一款武器能否在战场上 发挥它应有的效果 乌克兰空军F16战斗机的事故 目前仍然在调查之中 被友军防空系统击落 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 事件如何发展 有待观察 不过对于乌克兰空军来说 想要F16战斗机发挥最大效率 空军必须建立有效的敌我识别系统 俄罗斯在战争初期多次击落自己的战斗机 不过最近一年以来 我已经没有看到类似的新闻了 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F16战斗机的效力 乌克兰还有一段路需要走 我是指定 我们下集节目 下回